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啊 新训练室 不错吧 就是除了穿后台刺眼 别的都挺好 什么呀 专门装的落地窗好吧 不懂欣赏 什么臭毛病 话说你身份的话题在网上越吵越热了 驿展的招待会之后 记者又采访了一圈职业选手 韩文青把你们的文字游戏揭穿了 驿展有说居墨啸不是叶秋吗 居墨啸不是叶秋 那是谁 网上都在传 其实你已经内定是驿展的人了 现在说没加入 是因为选手退役后一年之内不能付出 但双方可能已经有了协议 身份现在看起来要被坐实了 存稳的事 驿展干嘛不直接利用叶秋的身份炒作 那样不是能获得更高的关注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加入他们 所以说了还不如不说 你自个儿琢磨 你琢磨什么呀 你直接说 不是 忙着呢 帽子 加强输出 加强输出 其他婚会的人全是会到 这不是蓝锡阁五大高手之一 曙光玄兵吗 等等 那BOSS是六十五级的荒野镖客吧 怎么会出现在五十五级的链技区 BOSS肯定是用道具掌玩出来的 故意选到这里偷偷杀掉 你要干嘛 准备抢啊 那多没素质 我准备拾荒 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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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理解的那个 穿着一身破烂装备冲进战场 趁乱去捡别人挂掉后爆出的装备 猥琐到不行的那个时光 啊 不然呢 你 你 你堂堂职业大神 你丢不丢人啊你 噓 别让人听见 你要不要来 你 算了 呦 忙着呢 区区一个六十五级的荒野镖客 怎么也劳烦曙光你亲自带队啊 按时 是中草堂的人 这个地方 我猜到了 曙光大哥是想把boss卡进房子的破洞里 偷偷杀吗 金公主 乾王朝也来了 你认识的人 两位来得有点慢啊 裸花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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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人 大家不要慌啊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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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 唉呦 曙光玄兵 哎 我和你们工会的蓝河关系不错 要不要帮忙 啊 和家王朝联手 先把中草堂干掉 你说怎样就怎样啊 哎 家王朝的都站过来啊 没看新闻吗 我是叶秋啊 啊 别听他胡说 boss的仇恨在莱希格身上 应该欠傻莱希格的 你抽到这个我去 喂 我说 怎么都不动啊 我 引翻山术 拿下 欠贼先锡王 我说的不错 走你 水光大哥 对不住啊 别火 一口气就解决了 兰希阁和中草堂的指挥 这么帮助我们家王朝 难道他真是叶秋 喂 现在怎么办啊 还不快来帮忙 你到底想做什么 石荒啊 什么 团长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来信神疯啊 别人石荒 都是等着有人挂掉捡便宜 你石荒是自己主动制造混乱啊 石荒实到这份上 你不真行 当然了 石荒也得努力 石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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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错 是毁人不倦 又来使荒了 快拦住他呀 靠 毁人不倦 上次偷袭我的就是你吧 把我装备还回来 穷鬼 地心斩手术啊 了不起 毁人不倦嘛 神之领域超狠的一个拾荒者 你去哪儿 拾荒 好东西都被那家伙拾走了 我正好拾回来 你这还叫拾吗 你这叫报 对啊 跟他许的嘛 能追到吗 当然了 负重会影响速度 那小子拾了那么多 能跑多快 可这都不见他的人影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就在附近 凭他的移动速度 跑出我现在的视野范围 你的意思是 那家伙藏起来了 嗯 得趁他拖阵下线之前找出来 去看看257186的房间 只有那个方向 你有触发小怪战斗的声音 好 哎 放心 这家伙不简单 啊 北山富少庄 我要杀了他 别急别急 我来我来 车尔能预判攻击 有两下子 火炎铲吗 如果不是我身上东西太多 你躲不了 如果不是知道你身上东西这么多 我也不会这么做 多说无意